那另外一個就是跟大家分享 昨天在市場上有一個很大的消息 就是那個台北富邦要推出所謂的 所謂LinePoints聯名卡 我是想說有這麼厲害 就是可以把這個他們的合約 就是這樣繞過去嗎 因為中信他下了好雨說 他跟LinePay先了10年的長約 那基本上的話 如果他沒有就是毀約的部分的話 其他任何一家銀行 都不能夠發行第二張所謂的LinePay卡 那LinePoints有沒有可能成功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消息蠻有趣的 就有人講說 這不是跟國泰世華發行亞洲萬里通聯名卡 他是他的點數對不對 那個里程的部分 但是台信又發了國泰航空聯名卡 明明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是兩家銀行發行不同的聯名卡 所以有人在猜測說 會不會就是LinePay他也是在玩這一招 就是說LinePay卡是給中國新作發 那LinePoints卡就是給台北富邦發 這個很有趣 那我個人是我可以在這裡許願嗎 就是如果台北富邦的產品片在看的話 就是你可不可以來個首年3% 或者說你的3%是你繳稅費也可以有回饋之類 然後這樣大家就會很開心 就趕快去拿去用這樣子 這是市場上看到比較好的消息 對 我很期待 就是希望他在今年或明年 就是推出來的時候 能夠有一波就是半卡熱潮 這是大家很期待 就是Keylou Yamato的好時機